《 無夢少女 DREAMLESS GIRL 》 是一款橫向捲軸射擊手機遊戲 我們要扮演一位神秘實驗室的新人侄子 為了要追查一起事件 於是透過破夢機進入夢中世界 找出過去的記憶 遊戲中要駕駛破夢機 將夢境中產生的臭蟲一一排除 這些臭蟲會對我們射出密密麻麻的彈幕攻擊 雖然破夢機機體很大 但其實真正會被夢中產生的臭蟲一排除 只有核心那個白色的小減顛 只要白色的核心沒有被打到 不管距離敵岩子彈多近都沒有問題 甚至越近越好呢 跟子彈擦傷而過使用迴避或是打倒敵人 都會獲得武器能量 可以使用能量射出兩種特殊攻擊 分別為藍色高攻擊力的大砲 和紅色大範圍的雷射砲 連續使用五次之後 這兩種特殊攻擊下一發會變得更強 效果也會不一樣 究竟事件的真相 跟這個實驗室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 就等你進入夢境最深處來發現囉